贸易战是什么 上海好诗多开幕首日被挤爆 半天就关门 Costco终于在本周二进军中国开了第一家店 但是在开幕当天就得关门 因为里面挤满了满满的中国人 根据在社群媒体上贴的各种影片 能够看出当地消费者们完全忘记中美贸易战 一进去就是买买买 影片可以看见成千上万的消费者们 这个形状这个人数根本就是一座人体万里长城啊 当你把人跟便宜又好吃的食物放在一起会怎样呢 当当开打啦 Costco当时发一封简讯给会员们 内文中写到商场内已经被挤满了人 因卖场交通人潮拥塞 为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下午将暂停营业 请避免前往 根据CNN指出 商场的盛况甚至还需要中国警方帮忙引导着冷魔的消费者们 顺便指引厂内购物车的交通 以确保大家都能开心顺利的消费 根据警方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 一个Costco的标志写着 停车场一满 等待需要三小时 等这么久 只是为了在Costco停车 大家是不是根本吃饱没事做 CNN的报导提到 Costco五年前曾宇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网站 天猫合作进军中国消费市场 根据CNN指出 中国好事多会员 年费约42块美金 大约1319台币 这股好事多之乱 虽然只上演了半天便被迫喊停 但在中国的消费者 何时才能知道 根本就不需要买下一整年的东西呢 到底 工程雄